记者萧宇韩台北报道, 一电视主播陈雅琳日前绿我是救星团队, 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庄访西藏领袖达赖喇嘛, 没想到为了飞抵喜马拉雅山去境内, 一行人搭乘的螺旋桨小飞机竟与高空乱流, 多次失速下坠, 陈雅琳透露自己生平第一次在飞机上惊声尖叫, 再看到飞机上许多人相拥其福, 他更感叹, 人生最后, 我却没人可抱飞机乱流途中, 机长甚至广播说, 大自然之母的力量难以预测, 为了把你们送到达兰萨拉, 接下来的25到30分钟是关键, 因为在接下取料就耗尽了, 让人更加紧张, 还好盘旋了两个小时后终于平安降落, 一番波折后, 陈雅琳终于见到高龄83岁的达赖喇嘛, 没想到达赖喇嘛亲切地与她 Give me five, 也和善地搭住她的肩, 让陈雅琳受宠若惊, 面对陈雅琳询问健康状况, 她表示, 大致上还不错, 只是我又更老了, 幽默回应令人不禁观耳, 另外, 对于中共的打压与抹黑, 早宣布不寻求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 也显得淡定豁达, 她锐智地回应, 这种打压没什么, 我不在乎, 因为事实真相最重要, 也表示, 自己更在意的是, 如何保存跟延续西藏的宗教, 语言与文化, 节目将于周日晚间在一电视新闻台播出, 达赖喇嘛, 左, 接受陈雅琳认访, 见面就展现亲切一面, 一电视提供, 达赖喇嘛, 左, 接受陈雅琳认访, 见面就展现亲切一面, 一电视提供, 达赖喇嘛, 右, 接受陈雅琳认访, 见面就展现亲切一面, 一电视提供,